外卖月售7000当的烧烤店和月售100当的烧烤店有什么区别 点回来了 左边这一大包来自于月售7000当的店铺 总共花了50块钱左右 右边的点起来不太重 反而花了76块钱 月售100当 可以理解 毕竟当少的一般都比较贵 打开看看 左边的好像是20块钱左右 这边的是30多块钱 但是个头好像差不多 一边是酸溶烤 一边是高压锅针 然后配上醬料的 然后是一些烤创 也是点的差不多的产品 先不谈味道 论颜值和分量 当少的这边显然更好 这回不会帮车了吧 烤创先放一边 先来对比一下生蚝 首先是当多的这边的 占点秘质占料 粉丝先吃 这个料不错 蒜味还有辣味都挺重的 试试当少的 这个嫩多了 口感还是那种滑滑的 带点水嫩的那种 明显看得出 这边真的生蚝 比较干燥 第一回合 生蚝比拼 当少的剩 接下来烧烤对决 先比最基本的 羊肉创 当多的 羊伤味不是很重 肥肉给的比较少 基本上都是瘦肉 当少的这边是红柳木创的 明显肥肉就比较多了 熟悉的羊伤味和熟悉的自然味 没有这个羊伤味 怎么能叫羊肉创啊 然后是烤鸡腿 看这个个头对比 明显瘦多了 不过也可以理解 这边当多的 就要卖两块八毛八 但是当少的这边 一个要将近十块钱 里面没什么肉 全是焦焦的皮的口感 比较硬 肥牙 试试这边呢 风格完全不一样 肉特别软 轻轻一嚼就下来了 大家看 非常松软 这点变得太极端了吧 里面全是嫩嫩的鸡肉 而且超多的芝麻很香 五花肉 又是比较焦的口感 偏硬 不爱吃肥肉的 可能会喜欢 当少的 明显的 肉片更厚 吃起来肉的感觉更足一点 牙签肉 这边当多的 好家伙 牙签肉全肥的 基本上尝不出什么瘦肉 吃起来点 那个肥肉那种油油的口感 这个牙签肉不太行 然后是这边 非常多芝麻 焦脆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鱿鱼 一边剪了 一边没剪 这回两边差距不大 我怀疑 同一家店进货的 但是当多的这边 粉太多了 所以吃着比较咸 这边还好 OK 做总结 事实证明 烧烤 看当量完全没啥用 约售7000档的店铺 基本上王败 要知道 这个100档的店铺 我是随便找的一家 这次真的可以说 劣币驱逐良币了 当时也没办法 当多的这边 当品普遍都便宜很多 所以也就难怪 当量差距这么大了 当少的剩